好,我们下面来看第二段的第五句,看屏幕 But these are not analogous to what happens when man ages 但是这就是像什么慢慢会耗尽能量这个事 上一句话说的事 与这个东西并不类似 Be analogous to,固定搭配就与什么什么类似 类似于Be similar to 这个what到句末,当然是个宾语丛 就说就是to的宾语 What happens when man ages 化线的部分当然是迁套在宾语丛具内部的一个时间状态丛具 但是这与人衰老是发生的事情并不类似 这个耗尽能量,什么东西慢慢变旧 会磨损掉,跟人衰老好像不一样 这里面首先出现一个固定搭配叫Be analogous to 就跟什么什么类似 有的时候也可以把它提换成Be similar to 类似,跟什么什么是类似的,很像的 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Hypnotism is in a sense analogous to drunkenness Hypnotism叫做催眠了 那么in a sense某种意义来说 催眠在某种意义来说呢 跟醉酒的状态有点类似 都是晕到楼的,跟什么什么比较类似 好,我们再看一个考研语,这个英语汉的一个片段 这个句咱们见过 His function is analogous to that of a judge who must accept the obligation of revealing in as obvious manner as possible the course of reasoning which led him to his decision 他的作用 这他还是指这个知识分子 跟他们刚才看的一个考研 英语汉是同一个片文章里面的 知识分子的作用类似于法官的这个作用 这个net当然代替前面这个方式 因为中文说我的头发比你长 英语说得说我的头发比你的头发长 不能说头比人长 这个他发现中文是net可以省略了 他的作用类似于法官 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义务 什么义务呢 就是或者这样一个责任 of 言之同意了 of revealing,reveal是揭示 揭示应该加并语 或者加in as obvious manner as possible 用尽可能明显的方式来揭示 这是说明壮意前置了 那一定并语后置呗 要不然没并语就错了 必须是什么呢 the course of reasoning推理的过程 在这定义从句 使他做出决定的推理的过程 整个翻译下 它的作用类似于法官 必须承担这样一个责任 就是要以尽可能明显的方式 揭示出使他做出决定的推理的过程 这就特别好翻译了 当然表示类似的还有好多词汇可以替换 比如说be comparable to 或者be comparable with 注意不要的comparable 都能comparable 跟什么什么是可比的 是类似的很像的 the thread it poses is comparable to 或者we smoking just one cigarette every year it poses是定义从句 就是这个thread 大家还记得pose a thread to 对什么什么过程威胁吗 就它构成的威胁 好像是 就好像什么呢 一年中仅仅抽这么一根烟一样 说明威胁 微乎其微 跟什么什么类似 还有书面也叫be akin to be akin to 也不叫文言 写作可以替换 比如说 what he felt was more akin to pity than love 他的这个感受 这个感觉 与其说是这个爱 还不是说是同情 就更像是同情 不太像是爱 这个跟什么什么类似 be akin to 可能根本不是爱 而是同情怜悯 还有一个跟它类似的 叫相当于be equivalent to be equivalent to 就相当于什么什么东西 我们也看一些例子 the volcanic eruption had an explosive power equivalent to 20,000 tons of TNT 这次火山的爆发 volcanic是火山的 eruption喷发了 有这样一个爆炸力 相当于两万吨局的 烈性炸药TNT be equivalent的b动词没了 这形式断语做后制定语了 叫相当于什么什么 be equivalent to 可以同时记住 好 那下一句话解释 为什么跟人的老话不像呢 我们说 a ran down watch is still a watch can be rewound ran down 叫发条走完的表 ran down 这是不翻译着坏的 发条走完的表 固定的一个词 它跟表达配是这个意思 依然是块表 并且可以再次被上发条 can be rewound 还是来自刚才那个上发条 动词 wind rewind 再次上发条 我一般过去就是过去分词 就是rewound 就好了 但是旧手表 跟发条走完的表 就不一样了 看下面第七句 看屏幕 an old watch by contrast become so worn an unreliable that it eventually it not worth spending 一个旧手表 by contrast 相对照而言 跟它不一样的是 become会变得如此之 破旧和不可依赖 worn 破旧不堪的 an reliable 当然是不可依赖的 that还是跟 so 固定搭配 如此一致于 以致于它最终 就根本不值得修了 word be worth doing word可以看到切词 后面要跟 这个doing 要主动 表示被动含义 尽管是值得备修 但是word后面的doing 必须用主动 无论主动被动 它都得用主动 无论含义是主动 还是被动 这是咱们老知识的 这个当然对比之下 in contrast by contrast in comparison by comparison 都行 都可以表示对比之下 相对照而言 但是in contrast 或者by contrast 一般是强调 两个事物的不同 本能用的对 那不是这个 就手表跟发条走完的表 是明显不一样的吗 而by comparison in comparison 这个既可以强调不同 也可以强调相似之处 都行 这个是咱们旧知识的复习 咱们以前说过 本能用in contrast by comparison 完全正确 它强调不同之处 变得如此之破旧 和不可依赖 以至于不值得修了 be worth doing 这个doing 无论它的含义是被动 还是主动 都必须用主动 本分中是值得被修 但是一定manning 这个结构 那么doing 被动表示主动的含义的 这个就是不论主动被动 都能主动的形式的 还有一个咱们讲过的 require need or want 需要 注意 这都表示需要 需要怎么样 doing 在这一定是主动 尽管内容可能是被动 需要被怎么样 但一定主动 但后面加动词不定式 就等于该主动主动 该被动被动 这一般是被动 to be done 这个比如说 这个表需要修理了 the watch request or needs or wants mending 或者to be mended 这个跟be worth doing 可以同时记 它都是后面doing 无论含义是主动被动 但doing都用主动 这个结构很类似 可以同时记住 我们复习在19科见过 就110页的第8行 110页第8行 if it is not a question of resting the body then perhaps it is the brain that needs resting 如果不是让我们身体来休息的 这个事 这个问题的话 那么可能是我们的大脑 需要休息了 这个rest 在这是极物动词 相当于needs to be rested 但用resting 得用主动 你看看他们 resting the body 什么rest是极物动词 使什么什么休息 所以needs resting 后面也是 这个doing 形式是主动 但表达的是被动的含义 但相当于needs to be rested 是一样的 这两个可以同时记 但这个表跟人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下面看第8句 but a watch could never repair itself it does not contains it does not consist of living parts only of metal which wears away by friction 但是一块表 永远不会自我修复自己 破这号 在这边递进一步 为什么呢 它并不是由那些活的部分组成的 consisting the body wistle表示由什么组成 only of metal 这个of metal 跟of living parts是并列的 还是跟consist大配 只是由金属组成的 后面定义重句 非现能性的修饰这个metal 金属 而金属随着摩擦会慢慢磨损掉 friction 表示摩擦第一次 这个句子把语法看清就好了 比较简单 看下一句 那么人跟这个表有什么不一样呢 we could at one time repair ourselves well enough at least to overcome all but the most instantly fatal illnesses and accidents 我们有照在曾几何时曾经 at one time 是曾经 说明现在就不这样了 这是插入语 我们曾经能修复我们自己 足够的好 至少能够克服 to do 到去末整个黄音色 是这个动词不定是做壮语了 能够克服就是战胜那些 除了那些瞬间致命的疾病和事故之外 几乎所有的病我们都自身而能治好 手拉破了慢慢好了 得感冒慢慢能痊愈 除了致命的疾病和瞬间致命的事故之外 我们一般又能自我修复自己 而表是不会自我修复自己的 后面这个but是借此 除了什么之外 其他都怎么怎么样 但老师讲过 all but如果放在一块连用的话 放在一块当副词来用的话 就相当于几乎差不多 在本文中不是这个意思吗 为什么but后面跟名词端语了吗 说明他在这 but是借此 是字面意思 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都怎么样 如果all but做副词短语来用 一定翻译成几乎差不多 这是老的知识的复习 那咱们就看看这个all but的用法 如果all but做副词 相当于almost 几乎差不多 那它搭配就不一样了 比如说 the research was all but forgotten 这but不是借此 它后面没有根名词吗 对吧 这个研究几乎被遗忘了 his left arm is all but useless 他的左胳膊几乎废了 几乎没用了 这all but当副词来用 就是形容词 就是动词被动 这是可以的 但本文中 你不能说 能够克服几乎所有瞬间致命的疾病和事故 那开玩笑了 这个人被个大铁锅锅的都砸烂了 还能痊愈吗 不可能了 本文中是除了什么之外 都 因为本文中but后面跟的是名词端语 所以你看搭配决定含义 语法分析 对他们读懂文章多么重要 所以记住all but当副词来用 翻译成几乎差不多 如果but后面跟名词 得翻译成除了什么之外 其他的都如何 这个注意 别翻译错 这个知识在21课西部片那个时候讲过 就是除了得暴病而死 或瞬间致命的事故之外 像车祸地震等等之外 我们的自我修复能力 是能克服一般的奇病和事故的 好 后面进一步说 看屏幕 Between 12 and 80 years we gradually lose this power and illness which at 12 could knock us out over at 80 can knock us out and into a grave 前面第一行 这个下话线的部分是时间状语 在12岁到80岁之间 我们逐渐地丧失掉这个能力 这个power 咱们在青春期那个时候讲过 power可以换成ability 不一定是权力力量可以分成能力 慢慢丧失这个能力 一个疾病 黄颜色的定义重剧 在12岁的时候使我们病倒的疾病 knock over 可以表示把我们打倒了 这个疾病 到80岁的时候可能是我们人事不行 and病人连此直到进到坟墓死掉 knock out 表示使某人事不行 让他这个真魂出效 晕倒了 甚至在拳击比赛 KO就是knock out 这个里边我们看看这个knock over 跟knock out的区别 这个很有趣 咱看一看 knock something over 相当于knock something down 把某人打倒了 击倒了 使他倒地了 a car knocked him over 一个车把他创倒了 he was knocked over by fever 他因为发烧而病倒了 总之knock over表示 躺下 使倒 有这个意思 而这个knock out 本来是表示拳击比赛 击倒获胜 这个人不但倒了 而且晕过去了 没反应了 数十下爬不起来了 knock somebody out Tyson knocked out his opponent in round two Tyson的第二个回合 就击倒对手获胜 这不表示把某人打晕过去了 对吧 都傻了 数十下爬不起来了 派生意 但是把某人打晕了 使人事不行 he was arguing with his girlfriend and she knocked him out with a frying pan frying pan 炒锅了 对吧 他跟他的女朋友在吵架 他女朋友拿一个炒锅 把他打晕了 派晕过去了 这女朋友很凶 然后把他KO了 对吧 那做比喻也行 你看 the three drinks knocked him out 三杯酒下肚 他就人事不行了 晕过去了 本文中刚好用两个knock构成的短语 构成一个对比 很有趣 12岁是我们躺下病倒 躺在那的一个病 80岁的时候人事不行了 晕过去了 最终直到进坟墓 这都是得病 得病的动词搭配有很多 咱们可以做个小总结 你比如说得了某种病了 我们可以用 have get come down with he came down with a cold 他有感冒病倒了 对吧 还有像catch pick up 这几个都可以表示得了某种病 而且用这些搭配 一般都是指传染病 都是指传染病 都可以 你像看一些简单例子 look has missiles he must have picked up at school I hope I don't catch it 一句话中 这个九十四季 病那句吗 都是病那出现的句子吗 未遇动词 避免重复 但意思一样 look得了 missile 麻疹 寻麻疹 他肯定是在学校得的这个病 我希望我可不要传染上 have pick up和 catch 都是表示病 这一般只传染病了 还有一种是身体里面 自发性慢慢发展出来的病 叫developed 这个不能跟感冒 这种传染病了 一般是像 这种病 比如说developed lung cancer 得了肺癌了 这个不是传染的 developed diabetes 得了糖尿病了 这个不是传染病 developed身体里面慢慢自发发展出来的病 叫developed 有的时候 有个医生的术语 叫contract 这个后门根部根传染病都行了 他一般想到患了重病 患重病 一般是比较重的疾病 一般的医生用的多 比较重实一些 叫contract 比如说contract pneumonia 得了肺炎了 contract AIDS 得了艾滋病了 这一般只患上重病 这是一个比较正式的词 好 最后一句 咱们再看看屏幕 他说 if we could stay as vigorous as we are at 12 it would take about 700 years for half of us to die and another 20 hundred years for the survivor to be reduced by half again 这个if 重剧 后门跟主剧 这用着虚拟区域了 如果我们能够一直保持像12岁时 那么精力充沛 那么强壮的话 if we could 本来是can 但if 重剧 用一般估计的识 与现在事实相反 我们不可能像12岁一直那么强壮 as we are at 12 这个we are 这真是语气了 因为我们12岁就那么强壮 所以这里用r 这s引导是比较重于重剧 这跟ss固定搭配 像12岁时那么精力充沛的话 怎么样呢 it would 主句中 would true could not 加动算性 标准虚拟系 那可能take还是花费的意思 花费大约700年的时间 让我们一半人死去 这个前面it是形式主语 这个to die是真正主语 就让我们去死的话 得花费700年的时间死一半 and 后面省略了it would take 因为只剩下another 2700 这个it would take 前面有it would take 被省略了 因为and into 病例句嘛 那么再花费700年时间 让幸存者怎么样呢 to be reduced by have again 这个被省略的成分里面 这个it形式主语 后面to be reduced by have again 还是真正主语 动作不能是 这个当然这个里面的小细节 be reduced by 是减少了多少 减少一半吗 be reduced by 减少了多少 be reduced by have 减少一半 be reduced by 20% 减少了20% 但be reduced to 后面to是跟最终值是多少 减少到多少 be reduced to 20% 是减少到20% 这个by跟幅度 to跟最终的值 这个做个小气氛就好了 好 37课又是经典的文章 希望大家一定仔细复习 把老师讲了很多的重点知识 把它牢牢记住 否则的话 走马观花听一遍之后 光看热 两天就忘了 一定仔细复习 三人七个跟老师就看在这 谢谢同学们